国家禁毒办相关负责人表示 美方不断炒作所谓的中国化学品流入墨西哥问题 然而美方所提化学品以及鸦片机、胶囊填充机、鸦片机模具等产品 根据国际禁毒公约和中国法律均不受管制是普通商品 美方生成墨西哥生产分泰银的前提来自中国 但设计的化学品和相关设备 根据国际禁毒公约及中国墨西哥法律都未列管 中国在未出现滥用危害的情况下 已率先整类列管芬太尼类物质 而深受芬太尼滥用危害的美国至今未正式整类列管芬太尼 按照抑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规定 中国对抑制毒化学品实行进出口许可和国际核查制度 对申请出口抑制毒化学品的企业 要求提交进口方政府主管部门出具的合法使用证明 或进口方合法使用的保证文件 对申请进口抑制毒化学品的企业 要求提交不得用于制毒的保证函等文件 必要时主管部门会进行实地核查 我国主管部门使用国际马管局研发的出口前通知系统 对国际列管的抑制毒化学品进行国际核查 对一些我国管制但国际尚未列管的抑制毒化学品 主动开展出口前通报和国际核查 近年来我国每年通过进出口核查 暂停抑制毒化学品出口上万吨 有效防止了抑制毒化学品通过国际贸易途径流入非法渠道 我们认为减少国内需求和国内供给 才是治理美国内分泰级滥用的治本之策 转嫁矛盾指责他国不能从根源上解决实质问题 我们希望看到美方采取更多有意义的具体行动